有些生物表面上是美食 背地里接着入侵别国领土 今天 休马哥给同学们盘点一下 现在被中国安排妥妥的 在国外翻了成栽的动物 一大杂蟹 一百多年前 咱们中国的大杂蟹坐船去欧洲 它原本只想旅游 谁想一不小心就泛滥了 大杂蟹繁殖能力强 一只一百多克的蟹 产卵数高达五十万例 因为繁殖能力强 再加上这种装甲兽 逮杂吃啥 没过多少年 大杂蟹就把本地蟹 按在地上摩擦 最终 一个外来蟹变成了 德国弹子中唯一的螃蟹 大杂蟹喜欢打洞蛙穴 把当地水坝破坏得十分严重 而且 他们喜欢吃鱼网中的鱼虾 是当地渔民们 我不看言 据说 由于大杂蟹的原因 德国损失至少八千万欧元 二 亚洲鲤鱼 你看这个妹子 她还以捕鱼为乐 没想到 反面亚洲鲤鱼 鸡中眼部 牙都给抽到了两颗 这湖面上 跳跃的鱼 就足以说明 亚洲鲤鱼 简直是物种入侵中 最成功的例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为了产除 泛滥的水藻 变成许多亚洲国家 引进的亚洲鲤鱼 虽说 水藻成功产除了 但亚洲鲤鱼 却泛滥成灾了 亚洲鲤鱼特别能吃 每天能吃掉 这些重量一半的食物 导致当地鱼类 大范围饿死 而且 它们繁殖速度很快 体型庞大 所以被在美国河里抓一条 重达好几十公斤 三 黑鱼 前两年 美国鱼业办公室 发出警告 如果有人看到这种鱼 就当炒干掉它 不留活口 小马哥仔细一看 诶 这不是咱们经常见的黑鱼吗 它无啥想美国人如此憎憨 黑鱼 又叫做无理 其中一般在 二到三公斤 也能长到一百公斤 它生性凶猛 能吃能打 经常捕食 河中的小鱼小虾 和为了其他鱼打架 不管是零度 还是41度的水温 黑鱼都能胡乱跳 自从它去了美国之后 就把当地水生物 压紧得没有生存空间 如果毒杀它们的话 不会误伤本地生物 黑鱼毒也毒得 抓也抓不尽 就把当地鱼眼 接得头大 四 小龙虾 有些小龙虾 在你面前是美食 但在别人面前 却是入侵物种 英国一座两百多年的水坝 一直被当地政府 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虽然呢 就在两年前 那里的小龙虾 突然泛滥成灾 仅十万只小龙虾 集体围攻它 因为小龙虾喜欢挖锅钻洞 导致了大坝 千疮百孔 濒临倒塌 政府还修建了保护墙 然它并没有什么卵用 虽然不知后事如何 但这种餐桌美味 变成了入侵物种 也挺令人惊奇的 5 麦素鱼 别看这种鱼 最大才10公斤 但它在国外 非常泛滥 在欧美等地可是 通缉到外来物种 麦素鱼是断水鱼 经常生活在潜水区 平常捕食小虫 成熟快 繁殖也快 原本麦素鱼人畜无害 可是每次一到产卵期 麦素鱼就跑过去偷吃鱼卵 据说一条麦素鱼 每天能吞下上百枚鱼卵 加强它们繁殖数量多 这番操操作 导致当地鱼类数量急剧下降 然而麦素鱼在国外那么霸道 但在国内完全变了一样 相信有不少人 都品尝过这种美味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 在国内是一道美食 但在国外却发展成灾的物种吗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